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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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是出口总值的话是5000多亿美金 那你看我们如果是以5000多亿美金 6000多亿的话 我们的位置是在哪里 差不多是Microsoft这个公司 就是说未来就是在数位里头 要成立一个国家是可以的 新台币跟美金并行 然后在上面我们做一个虚拟货币 叫台湾独立币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微物激政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不同的时间可能有公民记者 对 我们要征掉这些镜头 跟相片跟影片 然后可能有专家学者在全世界同时叫醒 然后一起来贡献在这个大编辑台上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对 就是应该办73份地方报 你可以把你的大编辑台 你的headquarter放在台北 就可以服务全球 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 是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你所有事情都有 我们刚刚讲的SNB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个都有花费 那靠大家捐款吗 还是我们就搞一个银行 那哪里来的一百亿千金呢 所以 现在有FinTech 我觉得刚好就是实际成熟 如果参与意见或是做评论 参与意见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做 唯物激政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不适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-Coin 这顶帽里没有办法被绑帽 因为帽子的内衬使用的是一种 永宏外星的高科技的纤纹布 我们来打造完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-Coin的认同帽开始